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传来传去都听到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女子 一个女的走在路上 有个小孩迷路了 说阿姨我找不着家了 然后手里有个小纸条 就是这是我家的地址 那这是好心嘛 那么小孩子也没什么危险嘛 这女的就领着这小孩回他家 回他家不按门铃嘛 一按失去知觉了 啊 醒来之后 衣服被脱光 连什么人糟蹋的他 连什么人把他钱包什么拿走都不知道 怀疑可能是那个门铃上面是不是有高压电之类的东西 电晕了 对 类似这样的十大骗局 刘传 有一个说是他在一个提款机前面 我看到那个 像前面那个我带还不会上到 那个提款机我就一定会上到 有一个老子好像矮 个子矮呢 还不知道他拿不到 他就叫你帮他去怎么样去弄一弄 然后那个人就是弄 弄了但是他以后就可以告你这个 骗他的钱 因为都有录像拍下来的 你还真拿了他的卡 你手真的拿着卡去取钱 所以 他都逃不掉 证据 铁证 我再给你看一个照片 你看看 这是发生在这个云南 云南昭通 一个区 最近有这么一个案子 74岁的这老太太 旁边是这个人叫姓陈的 怎么老太太绊倒了 然后骨骨头 你知道吗 老年人摔啊 老年人不能摔 一摔特别容易就是骨骨头 然后就是这个骨骨头要做什么人工骨骨头 这一下几万十几万 结果呢 这老太太 把这个人 告上法庭 为什么呢 说是他撞 可是现在法庭现在就 就不知道怎么判了 我跟你说 就跟上次原来南京那个事一样啊 咱这个法庭怎么判咱不说 这两件事情都有极大的可能性 就是说是好了 是帮老太太 是好心服她 但是呢 老太太是穷了 还是怎么回事 就有这个可能性 你想想上次南京的那个叫彭宇吧 那个事 我报道嘛 哎呦 我就发现 反正最后这个就是说 彭宇这方这个网友啊 还都比较同情这个这个人 就是说 当时把他扶起来 然后呢 把老太太儿子 还旁边还有一个证人嘛 打电话把老太太儿子叫过来 老太太儿子一说 说那个你跟我 就是说我一个人 送医院 我扶不动我妈 你你跟我一块去 但这家好人做到底啊 跟着就一块去 好像还垫了点钱 结果呢 学雷锋啊这是 对 到医院一出来一说 哎 你这医疗费 老太太一拍大腿 哎 就是你把我给撞的呀 傻了 当然了 就好像最后这个法院 并不一定支持咱们这种描述 我说的是当时网上 很多同情这个人 讲的这个类似的故事 在美国我听过有这样的例 就是说老太在超级市场前面 滑倒了 滑倒了以后 那路人嘛 旁边的人就去扶他 那扶了以后呢 他结果他也是 不知道什么伤了什么之后 那最后这个老太的家里的人 就告他 告他 他那还挺有法律依据 他说你去扶他的时候 没有得到他的许可 他没有授权你碰到他的身体 因此你碰到他身体了 在医学上也有可能 你扶的一不小心 把本来摔的变严重了 变得更严重了 对不对 真的是可能是变变严重了 但是你是去扶他的 那个他 而且在美国的事情 更糟糕 还不牵涉到这个人坏 这个人好 就是律师在中间起作用 对 律师只要有钱赚 是什么都干的 对 律师一听这个事情 就说有得告 如果说这个扶你的人 是一个有钱人的话 律师马上就接这个官司了 肯定可以有大额的赔款赔上来 所以我都说 你老说这个会被人造成一个什么影响呢 打打的怀人 那谁还敢帮人呢 不过最近出现一个趋势 就是前阵子呢 大家都老骂一些有钱人 说到现在很多有钱人为富不仁啊 比如说我们都见过吧 就一些人开这个名牌车 很贵的一个跑车 或者没有在路上撞人了 撞了人之后还骂人 还给人几巴掌 一大堆这种事 网友都骂得很激烈 但现在最近呢 出现越来越多这样的 类似这种事件 什么事件呢 就让人觉得 怎么很多人是被人帮的人 他本身可能环境也不是很好 是穷人 你觉得好像怎么帮了他 他还害你 或者给你觉得不值得帮 比如说有一个维权律师嘛 去帮一些这些工人 这些工人给老板欠薪水了 那么他帮他们呢 去追讨 说这个老板 这个很没良心 就欠了薪水不发 结果告赢了 告赢了的时候呢 本来按照法律这个 正常你跟律师的谈法 就是你要分点钱给他们 对不对 结果这一帮工人呢 全跑了 就没一个给钱 结果闹得这个律师很愤怒 出来就公告给大家一天 有这么一件事 然后另外有时候呢 有更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人就做好心 帮人 比如说看到一个报道上 说某个人怎么样 情况很凄惨 然后或者给你写封信 其实我们也常都收到这种信 就是希望你帮帮忙吧 你不帮还好 一帮之后啊 这人以后就赖着了 打折随会上 对 天天到你家门口 然后呢 你敢也敢不走 然后呢 就在你家门口赖着 还骂你 觉得你没良心了 如何如何 一大堆这种事 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开始觉得啊 在中国这个社会啊 就是你帮人也不能随便帮 甚至最好呢 有事没事 别随便帮人了 帮人是不划算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弱势集团被帮的人 有一种恶气 他会就是 是不是这个 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 你看得出来啊 就是以前我们也常听说 有一些 给生活逼得没办法的人 怎么样去打劫了 或者是怎么样放炸弹了 或者怎么样伤人 甚至杀了人了 像这种事过去 我们是惯性的在同情的 可是呢 我想指出一点 就是现在呢 中国面对这么一个情况 就有一些有钱人 他固然是为父不仁 但同时呢 也有很多生活上很贫困的人啊 他有一种愤怒 他愤怒什么 他觉得这个社会欠了他 世界对他不公平 所以呢 他无论出来做什么事情 都是可以的 都是应该的 我做什么再不好的事情 我也是得 我只是想要回我应该要的东西 他们有人说编那个电视剧嘛 就一般通俗的给老百姓看的电视剧 有一个圣经 就是说 怎么采货富人都行 就不能帮富人说话 这样的电视剧 大家都好 但是你觉得他愤怒 也有他道理啊 我就看到过一个实例 就是说 人家装修完了 父子兵 那这个 其实呢 在旁边人看的 那富人呢 其实是 挺吝啬的 而且穷人 真的是做了很多事情 那最后呢 那富人临走呢 就给些钱 那个父亲啊 就感激的不得了 就是说觉得 哎呀 这个正常的钱以外 还给了我钱了 然后就 就是 可是那个儿子就很气 那儿子就觉得 父亲奴向 哦 有股票 他就觉得 那个儿子就 就 怎么也不说话 就整个这个事情 这就怎么不说话 这个事情 我在旁边看了 我就觉得 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态度 你觉得 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我觉得这个儿子 也有理由愤怒 人穷俱不短 咱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最后他给你这一点打赏 你这个老爸 就这样的去谢人家 但是反过来呢 那个老爸 是服从这个行规啊 我做完了 他给我一百就完了 他现在给我一百十 我就应该感谢啊 你凭什么还恨人家 人家给一百就可以了 你这个像你儿子这样 你最后还给人家 搞坏一点什么东西 这个不好啊 这个不是你的职业道理 但我觉得 这里面的问题 更大的是什么 就是现在有很多底层社会的人 他对自己的处境很不满 当然全世界底层社会的人 都对自己处境很不满 对不对 但他这种不满呢 上升到一个程度 是对总体而言 是对整个社会的不满 因此他是这样 他在这家受了气 可是他在那家门口的宝马 去滑一下 他可以这样 反正天下的宝马 都是坏的 没错 对对对 你该我的 没错 因为反正你们都欠我 是整体的 所有富人 所有比我好的人都不对 所以我也听过一种 这种观点呢 当然其实是特别不对 但是呢 他就是有的人呢 是不是给划了车了 或者什么 他就是说 我怎么见到的这个富人 哎 实际上都是挺好的人 当然 当然这些富人 他可能是贪官 他可能什么 这这不说 说的还是私德 后来想想呢 他有钱的人嘛 比如说跟你交往 他没有什么理由 不好好的 温和有理 对吧 吃点小亏 他吃得起 他没什么 所以这是谬论了 但是就谬论也说明呢 就是说 好像有些人会觉得 财富和人的这种 与人为善的这个水平 究竟有没有正比 或者还是反比的关系 你们觉得 我觉得没有 我反而觉得是什么 就过去啊 这个我们一直以来 对贫富跟道德之间的关系 看得太死了 你知道以前在传统上面啊 在别的国家 在特别是欧洲啊 传统上有这么一种想法 就觉得所有的穷人 都是道德上有缺陷的人 嗯 都 所以以前的 所以有纪贫法 英国以前那种纪贫法 它其实是一种歧视穷人的法案 他那种法案 比如说他帮助穷人吧 其实是想把穷人 全部隔离在另一边 觉得这些人会危害社会 觉得所有的穷人呢 一想到穷人 想到就是流浪汉 然后就联想到是罪犯 所以呢 你去对付穷人 就等于是制止未来的犯罪 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我们这个道德观念啊 变成另一种了 就新中国之后 中国出 以前大概没有这种道德观念 但新中国之后就有 什么观念 就是越穷呢 我们越觉得他在道德上 占领高地的 对 越有钱的人都是地主嘛 都是坏蛋嘛 对不对 不学阶级 对都是都是敌人嘛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嘛 所以中国一直有这么一种想法 就是越穷呢 你道德上 天生的越高尚 越有钱呢 道德呢 越可疑 越悲响 但是我想说什么 其实这不是必然的 两者本来就没有关系 完全无关系 都是有好有坏 但是你知道吗 有人从他个人的生活体会 他觉得 怎么老是那个坏的妇人呢 他就偏偏欺负了好的穷人 那这个坏的穷人呢 往往还就抢了这个好的妇人 就往往也就 你记得前一阵 那个保安的那个事件 挺惨的 对 就是说15岁的少年 被保安捅死了 可是这保安 为什么捅死你呢 因为这个少年呢 也是个老骂这个保安 臭农民 你怎么怎么知道 你说 弄得人家实在就是 忍无可忍 也是忍无可忍 就出现这种暴力的这种行为 因为怎么这俩 这偏偏碰一块了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们有时候啊 很容易把个人的经验 或者看到的一两件事夸大 以为是社会整体印象 所有的歧视跟偏见 不都是这么来的吗 像以前有些人 他歧视黑人 他可能是碰到一两个黑人 他觉得怎么打过节了 怎么样 他从此以后 他就觉得所有的黑人 都是罪犯 这就是我们很容易 把自己遭遇过的事情 一些个人经验 夸大上升 为一个总体的 普遍的一个现象 所以就很容易产生歧视 其实今天我们说 富人都是为富不仁 或者说穷人 都是愤怒的一群 要对社会造成危害 这都是一种偏见 对 本来就没有必然的连续 没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 是不是人穷就恨社会呢 我本来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以前一直 这个管子就说 一失足而知荣辱 好像你让他吃饱 我最近做了一个调查 对我震动很大 我在班上做的 就是我们在讲 昆南的地的门 反叛青年 恨社会上所有的东西 什么太阳反叛 最后我就 学生不太有共鸣 后来我就问了 他们一个问题 我说basically 你们觉得你们生在 今时今日 是不是lucky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你觉得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岭南大学的 岭南大学生 我希望的可能是 一部分人觉得自己幸运 一部分人觉得不幸运 结果98%的人 都觉得自己是幸运 而这些学生是穷的 为什么是穷的 因为我做过同样的调查 谁家里有费用啊 只有5%到10%的人 才有费用 都是香港孩子吗 都是香港 比较中等往下家庭的 家庭的孩子 我就在想 我想我假如这个问题 在北大或者复旦 或者在华东师大问的话 我相信内地的大学生 至少有相当大的比例 特别是从农村来的大学生 他们会觉得 这个社会不公平 他们会觉得 他们有不幸运的时候 地方等等 不会9% 这么高比例的 觉得幸运 后来我就追问了 我就觉得 我就说 那你们觉得幸运在哪里啊 他们回答说 不打仗啊 有的吃啊 有的说有的住啊 你在香港民心 虽然说 世界好平啊 就是世界和平啊 不打仗啊 我说你住着那么小的房子 至少我们有的住啊 我们有的玩啊 我这个事 我就 所以我对这个人 照理说 社会地位差 就会对社会有恶的感觉 我这里得到一个反证 但这个 也牵涉到香港的一个 很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 香港这个社会 是什么样的事 太寻化了是吧 对 它很寻化 而且这种寻化呢 是有历史根源的 资本主义合理化 对 没错 香港的人呢 一直以来几十年来都有一种 我叫做幸存者意识 嗯 什么叫幸存者意识呢 就是 呃 战后出生的小孩 战后出生几代的小孩啊 他们一直以来在父母教育 是得到什么样的讯息 就是说 你看你们多幸运 爸爸妈妈那一代 可能打过抗战 啊 要不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比如说 文革中间逃出来 大跃进的时候啊 大跃进的时候 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你在香港 文革的时候 你也在香港 你还想怎么样 有的吃有的住 还不打仗 这不挺好 所以香港本来就有这种 幸存者意识 我跟你讲 你说这个 我就觉得他有这种 幸存者意识 我最近看一个纪录片 就是讲这个 呃 建国前后 那个时候 打土豪分田地 他这个拍到了一些 特别具体的 我告诉你 你看到真的啊 现在你转了观念看 你就觉得 我的天哪 那个地主啊 那个那个儿子啊 就是一大 你想一大群农民 穷苦的壮家喊 哗冲进他的院子 他一看 我把全家地都给你们 好吧 我我 我把房子全给你们 好吧 就怕打呀 我的天哪 那些录像上 活活打死这个地主 你知道吗 那些农民恨呢 你就是 但是其实 哎呦 天哪 他这个是拍出来的 典型化到什么程度 不敢说 我真的在农村 见过一个富农的老婆 忙得要命 很多村庄里面 都没有富农了 也没有 连富农老婆也没有了 所以那个时候 在文革的时候呢 不是说叫 阶级斗争一抓就零吗 对 刚举木章吗 所以每个地方 都要开四四大会 每个地方都要他去 他基本上不用干活 那富农老婆 就到每个村去被斗 也对他也挺好的 其实也没有怎么太大打他 我当时觉得这个生活 真是太黑色幽默了 就那个富农的老婆 他不必做干活了 他就被很多村要轮流 开四四大会 你知道 我你看 我当时想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事情 我看的时候 因为你 找不到阶级敌人 你要是身临其境一想 当然 这个旧社会 咱这个过去理论讲 是很黑暗的 怎么斗 他们都应该 但是我就瞎想 我当时跟我们身边朋友说 我说你瞎想 我们现在在看电视 在看这个纪录片 哗啦一群人疯过来 滚出去 这不是你的家 就把咱家分了 把咱们赶到街上 不打咱们还是好的 你真是 你真幸运 你都没经历过这种事情 对啊 你这样看 我其实 你就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总在想 他当时是个什么心情 我什么心情 我告诉你 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在家里 一群人冲进来 我父亲得从楼下 爬水路管子去躲 而我当时 一点都不恨 这些进来的人 甚至还帮着他们抢 不是 那也没有 他们就跟我说 问你多大 我说我多大 然后他们就说 你是可以教育好的 你有希望 我在他们就 很感激地看着他们 直到最后 我发现 我父亲穿着睡衣 在冰冷的那个地方 被他们抓出来 头发晚上睡帽啊 还翘在那里 头发翘在那里 我那时候觉得 好像有点说不出来 但是我还不知道 发生什么 我连一个正常的愤怒都没有 哎呦 你还想象有没有的 在那个时候是没有的 你不回过头来 打你老爸已经算好了 我妈妈的妈妈 算是我的姥姥吧 她这个 她丈夫死得早啊 年纪轻轻是个寡妇啊 寡妇怎么种地呢 你知道吗 孩子也小 就雇了一个故宫 惨了 这就会化为 我爸这头 夏中农 我妈那头是地主啊 是地主啊 你说一个寡妇 把人家当地主 都给人分了 我天哪 我觉得你换咱们就要复辟嘛 不就不行啊 就不行就不行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 最后见 地主啊 地主街机的 狗仔哥 不不不 我才不是的 这话说出来是你身上吧 我再跟一点 我们刚才讲世道人心嘛 那简单的公式就是说 假如你对世道 看得越 越觉得越不合理 就人心就变得越冷 越愤怒对不对 但是其实这个 好像我们说经济条件好一点 人心就会好像宽容一点 对不对 其实又有个反正 我最近看到一个例子 一对姐妹 那个姐姐呢 家里很穷 小孩呢 全部希望放在小孩身上 结果小孩努力 出去到欧洲留学 不仅留学很好 而且找到工作 而且非常感谢她母亲 而她妹妹呢 是有钱的 你明白 开笨子 也有钱 小孩全额资助她 也到欧洲去留学 可是她的小孩呢 比前面那个小孩比起来啊 她很不满 她觉得她付家里 给她的钱不够多 她还想去做这个 做这个 她说你为什么开笨子 我为什么 所以我就在想 两个小孩 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家庭 一个是穷的 一个是富的 可是这个穷家庭的小孩 出来以后心灵是富裕的 而这个富裕的家庭的小孩 不知道怎么样 她的 她又老是不足 老是不满 她的心灵 反而是贫瘠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 这实在没得说 你能说她的满意 没有道理吧 她也有道理 她觉得 我现在比方说 我要买个新的电脑了 你们不让我买 你为什么要开笨子啊 你为什么不让我买 那欲望无穷嘛 那前面那个小孩呢 她就觉得 我父母亲是什么都没有 我今天能够把他们接出来 住在我家里 他们也高兴到了天床 这是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了吗 你看 所以你说这个穷富 跟人心的关系 真的没有一个同理 真的没有 对 真的没有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 要破除的东西 或者要解开的一个东西 并不是那种 就是说 穷人都应该怎么样 或有钱应该怎么样 而就是之前我们讲的那种 就是不要把贫富 分别挂上一个道德论位 跟道德伦理挂上等号 对 但你刚刚讲那个呢 就是因为以前你看到 我们这种新中国的 这种贫富的价值观 是怎么建立起来 对 就是透过一开始斗地主